那么尽管公投无论如何是显胜的过关了 那么现在这个博弈专区的这个法业草案也出炉了 即将要送到立法院 那么看起来哦 马祖距离要开始新建博弈度假村 好像要更进一步的样子哦 那么根据业者的预估 要投入多少钱呢 至少2400亿元 要包括有哪些呢 比方讲要有新机场吧 还要有邮轮码头 听说还有私人码头 还有大学城等等的规划 不晓得未来的马祖会变成什么风貌 实际上是 我想中间有一些 即使这个博弈专法过了 到马祖成立一个那个博弈特区 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这件事情中间还跳太快 那马祖到底能不能成立一个赌场 或一个博弈特区 我觉得很长的路要走 很长 而且很多很多的变数 中间有很多的关卡 对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在推刚刚主持人提到 说的2400亿的一家公司 到底到时候是不是他得标 不知道 对 得标之后 如果是别家公司得标 他们的投资的意愿又是如何 那OK 再讲一个另外一件事情 他在目前要开发的基地 是在北竿 北竿那边 马祖地方很小 你如果要盖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赌场 或一个观光特区的话 或独家村 对独家村 你要炸掉多少的山头 要填平多少的海滩 要毁灭多少的村庄 你才有可能新界这个问题 好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环境影响评估 该怎么做 要做多少年 会不会过 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 北竿有非常多的岛 像三连雨 铁尖雨 近世雨 这些附近 都是我们国家里的燕窝保护区 你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破坏 破坏到这么多的地方 你环境会不会过 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接下来如果好 这些都好了 那些东西进来 或许 那个马祖的风貌完全改变了 我们的 有非常多的现代化的建筑进去 那马祖传统的建设 传统的村落 那北竿一大堆地方 原始的风貌 已经完全就不见了 是 对来是非常非常大的破坏 2400亿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带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 而且是不会复原的破坏 永远不会复原 对 我们比较更担心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这些钱下去了 最后生意做不起来 那就变成一大块的废墟 整个马祖变成一个蚊子岛吗 对 那北竿一整块区就变成一个蚊子区 这是让人很不敢想象 对我们很担心的这种状态 其实我们当时很多朋友在谈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方向 刚才一会提到的就是 可能要炸山头 可能要填掉很多的湖 很多的海 要灭掉很多的村庄 这听起来是真的蛮可怕的